很多人都說 我的車子要馬上有感升級 就是來加大它的進排氣量 小師 真是如此嗎 我們今天現場就有這個機器在 我也問問在場的達人們 你們覺得 你們有去調整過排氣量 請舉圈 插 圈 有喔 所以這件事情看樣子 是真的可以有感升級的是不是 來 我們要怎麼調整 先了解一下原理 你如果自然機器引擎的話 因為我們講的是進氣的部分 這個是原廠的 對 我們看那個F1 我們看F1那個進氣孔 其實都在駕駛的上方有個洞 它就是強迫把風灌進去 讓引擎得到更多的空氣 藉以這樣搭配噴油壓榨出 更大的馬力 我們不是F1 我們是家用房車 所以它原廠的形式是這個樣子 這個拆開裡面會有個空氣濾性 就在這兒 對 其實這很多人都會去做調整 比較一般的改法 因為原廠這個是紙質的 所以一般他們會去換這個高流量的 它可能是不織布的或是金屬的 你這塊有夠垃圾的還有毛在上面 這個算... 因為今天早上熱的人才拆下來 真的喔 所以有點髒了 對 那這是K8的 除了換這個高流量 讓這個進氣的量更大的時候 一般比較多還會換這種卡榜的 它裡面其實是一顆香菇頭 在這個裡面 外面把它換卡榜的 然後裡面是香菇頭 那剛剛問我說換這個真的有感嗎 我說這個換上去 你第一個感受就是 一定有感就是 你聽到那個油門下去 哼哼這種聲音 對 它這個是從進氣的聲音 那除了加快這個速度流量 其實它唯一我覺得比較 唯一的一個壞處就是說 它可能如果它的過濾效果不好的話 肌油會比較容易髒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通常把這個東西 裝在這個進氣的時候 會把導管牽引到這個保險桿的地方 對 那為了要吸到這個比較冷 比較低溫的空氣 讓燃燒效率比較好 對 不過這個有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要注意那個水 如果下雨的雨水被吸進去了 那對引擎也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會傷到引擎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花小錢 我覺得這個改裝花小錢 是滿有感覺的 這個其實位置就在這兒 其實這個過濾器你要換 這就是香菇頭 一點都不難對不對 對 就是你的carbon裡面就長這個樣子 對 為什麼要用carbon 要注意材質 因為如果用金屬的話 引擎室裡面很熱 那會變成你的空氣進去 都是很熱的空氣 其實我的經驗 香菇頭在這個地方 反而它效率不是那麼理想 對 因為它就在引擎很近的地方 所以通常搭配這個carbon的進氣箱 把管子倒 倒下來到前方或者是輪壺上面 你可以吸到比較低溫的空氣 這樣讓引擎的效率會更好 對 加大改裝流量的話 其實車子開起來 會馬上覺得比較有感一點 至少達人們都 多多少少都做過這件事情 可是接下來這件事情 我真的有個大問號 就是改排氣管 有些人說改排氣管 真的覺得性能有提升 可是有些人真的覺得改排氣管 只是就是一個聲音很好聽 那種感覺 是這樣嗎 其實進排氣可以列為一個完整的 改裝項目 因為改什麼 改進氣就是因為它把它塞住 改排氣也是怎麼樣 還是它塞住 因為原廠的排氣管基本上 它要顧慮一個叫做均衡的性能 以及安全的分配數的限制 當然還有在於用料以及材質 跟它的一個價值跟成本的 換算的考量之下 所以原廠的排氣管其實具有 滿多的一個提升的空間 但是在早期的車輛採用 自然進氣的車輛來說 大部分改這個中尾段排氣管 獲得的都是所謂的聲響 結果出家門口採下去 哄哄哄那個聲音 很開心 聽得就好開心喔 你一開回家 你媽媽就知道你進來了 因為你在巷口就聽到 你的排氣管的聲音了 當然這東西是把中尾段的排氣管 它的這個消音棉 或者這個濾網的這個孔木 把它數量加大 讓這個排氣會比較通常 比較順 但是它卻喪失了一個 叫做回壓的東西 所以通常這樣的車子 尤其是在自動排檔的車上面 會顯得比較不好開 因為怎麼講 它的扭力喪失了 所以其實改排氣管的時候 要注意很大的一個點 在現在來講 以往這個頭段是最有 在NA車來講 是最有效用的一個改裝 大家都改什麼 叫做所謂的等長頭段 因為我們知道 警情的這個點火瞬移 四缸的點火順序 是有照順序來的 那所以它排氣出來的 時間點也會不同 所以造成這個 像我們現在畫面上 看到這個排氣管 對...就是感覺這樣子 彎彎曲曲... 你跟我說等長 它不等長 這個就是頭段 頭段排氣管你看到 四缸點火1 2 3 4 四個排氣出來的這個 時間點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會四合一 對 合一之後呢 所以改所謂的等長頭段 造成排氣的脈衝 不會在這個排氣管裡面 相打架 所以它的排氣流速會變快 那當然再來就是後來 這個渦輪增壓車 渦輪增壓車一樣是改什麼 改當派 因為渦輪增壓車一出來之後 面臨到就是這個觸媒 這個是觸媒 那一般原廠車的觸媒 採用的是陶瓷的結構 它是裡面這個觸媒裡面 有很多的面 這個氣流通過這個陶瓷結構面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化學效應 把裡面的NAS什麼降低這樣 但是相對的 它是用阻絕式的方式 來強迫這些氣流通過這個 化學變化的效應面 所以我們會換所謂的 金屬的這種賽車觸媒 第一個金屬賽車觸媒貴 它是貴金屬材質的 你們都很壞 一開始都是講便宜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具有比較通暢的 排氣流速 但是它的面積必須 讓排氣流速通過 又要能夠達到原廠這樣子 這個降低這個 廢氣排放的這個功能之下 所以它採用的是另外 金屬 貴金屬材質的觸媒 所以它的價格相對來的高 聽起來就是效率會提升 不...這樣子就等待好了 問問達人們 你們誰去動過你的排氣管 如果有請舉全 有嗎... 怎麼一開始 你自己不要自己踏一跳 所以表示說排氣管 或多或少會讓你感覺有感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都說我改了排氣管 或我正想改 我跑去問 那個3A都說我跑給你看 我跟你講馬力增加 馬力增加這四個字 就讓你很容易買單 但是是真的如此嗎 車子真的變強變猛嗎 就以前排氣管 這個廠商都是告訴你 我這個車子排氣管改完之後 聲音像F1 四缸像八缸這樣 就是讓聽 以前排氣管是屬於聲音型的 聽覺型的改裝 那到後來排氣管 真正開始重視性能的人知道 排氣管是對性能有所影響 開始變成所謂性能型的改裝 但性能型的改裝 怎麼驗證呢 除了測試0到100 100到200這樣的加速測試之外 再來就是所謂的數據會說話 因為為什麼你改了排氣管 老闆叫你去測高速公路0到100 你也不敢開 所以就用數據 加上馬力機的驗證 就是底盤測試機 驗證這台車改了排氣管 馬力有沒有增大 數據上很多都很好看 然後聲音也超好聽的 但是回家都被媽媽罵 被老婆 女朋友罵 因為那個車子排氣管聲音很大聲 就很惱人 然後又變得很耗油 因為它太通 太過於通差 尤其在自動排檔車上面 會造成你的這個回壓不足 市區開 沒力 耗油 所以這個是現在排氣管公司 設計很多所謂的閥門式的排氣管 是兼顧低中高轉速的一個配置 所以如果說 你只看到這個數據 馬力增加很大 可是開起來並不好開 對 我跟你講 說實話 我常常形容 馨宇龍先生 就是點點吃三話公的 我跟你講 能玩他都玩過 他在改裝界有超過20年 近20年之力的 你自己改排氣管 你感覺怎麼樣 對 我覺得排氣管 其實像剛剛Eric講的 大多數人會為了這個音效 其實我大概20年年輕的時候 我第一台愛車 我改的排氣管 就是改音效 那就是改尾段 就是我們講的最後的這一段 Muffet的最後 你就是把那個可以消音的地方拿掉 對 大家可以有一個觀念 你要真的提到 performance性能 要好開的話 其實是越往前會越直接 像剛剛我們介紹過的頭段 我們講個例子 因為我以前開過Impreza 它是2.0的一個渦輪這樣 只要換一個這個當派 front派 把這個觸媒拿掉 或通一點 然後這個口徑加大 其實整台車就會在中高速差很多 但是問題來了 它因為太通了 剛剛Eric也有講到 馬力是的確Up了 但是低速踩起來又空空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改裝前 你要先想清楚 你是要出去中高速 還是說我市區 我要起步扭力 或是瞬間好開 你要先想清楚 我告訴你的店家老闆 他會給你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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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